民進黨的蔡主席總統 我們秘書長 總召 以及各位的中指委 主委 以及在場的媒體朋友們 然後還有這一次是在 連署上面也在直播收看的 各位網友們 大家好 那今天很高興能夠來這邊 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們在行政院 關於社會企業跟社會創新 一些相關的一些工作 那我們在傳統的思維裡面 社會公益跟企業的獲利 不但是兩回事 而且常常彼此競爭 那我們在做很多公共政策的時候 有很多案例 都是一些比較劇烈的衝突 感覺上在比較激化的情緒裡面 政府好像是中間那隻繩子 要不斷地拔函 然後不斷地做出一些取捨 那我們要推廣社會企業這個概念 其實就是一個創新的想法 它是一個思考路徑 就是說確實一般的企業 是以獲利作為核心的目標 但是呢 要成長到一定的規模 我們要上市之後呢 也會開始想一些企業的社會責任 不過呢 社會企業呢 他們的核心目標 本來就是一個明確的社會關懷 它的想法就是說 一個明確的社會使命 然後發展出商業模式 來解決社會問題 用這樣子的方法去想 社會的力量跟企業的力量 它就是彼此結合的 它就不再是彼此拔合的情況 在台灣 社會企業有非常多不同的組織形態 也已經有20年以上的歷史 我們可以看到有合作社 消費合作社的這個形態的主婦聯盟 有NPO形態的喜翰兒 那好比像說公司形態的李仁等等 在台灣都有非常久的發展的歷史 這樣子的發展 讓他們可以在社會的各個角落 往往可以接觸到一些政府平常 沒有辦法接觸到的地方 那我們舉一個比較最近的例子來說 有一家社會企業 它叫做點點善 這家社會企業呢 它在去年11月推出了一個 新的群募的一個專案 群眾募資 它叫做天賦成事 讓接賣者重新站起 透過對於接賣者的重新的定位 他們就變成從愛心的接受者 我們說手心向上 變成了多元服務的提供者 也就是說手心向下 那他們在這個組織的過程裡面 實際去跟這些接賣者的一些協會 進行了訪查 那大家共識凝聚出來呢 大概目前有三個挑戰 第一個呢 就是資訊的不平等 大家在經過的時候 往往不太知道這些朋友們 後面的生活的歷史 他們的營運模式等等 有時候會有一些不信任 有一些疑慮 那這個形象呢 有時候也不太親民 好比像他說 先生小姐行星好 買一些口香糖啊 或者是衛生紙 那這樣子一個比較制式的 這樣一個回應的方式 那也比較不容易 有進一步的深度的交流 那當然就是我們 第三個就是商品們優勢 因為不管是口香糖也好 衛生紙也好 坦白來講 比起旁邊的便利商店 賣的也沒有比較便宜 所以說在大家的互動的過程裡面 其實沒有那個理由去 不斷的一直跟他們 有進一步的互動 那好在呢 台灣的社會企業 是一個生態圈 有相當多的社會企業 去致力於解決這三個問題 好比像說 有些社會企業的工作 就是進行生活照顧跟職能的訓練 讓大家能夠用一個 比較專業的一個態度 然後去做解說 去做商品的處理等等 這些部分呢 是有專門的社會企業在做 台灣也有很多 做輔具的社會企業 他們可以把這個接賣車 把它改造 成為一個相當有人體工學的 一個電動車 在上面甚至還可以有 LCD的這個液晶螢幕 可以播一些贊助企業的廣告啊 一些活動啊等等 而且如果下雨的話 還可以折起來 變成頂蓋 那另外呢 當然很重要的是要結合在地的城市 好比像說 如果有一個城市 它想要發展公平貿易 好比像說 那這樣子 這個接賣車上面的商品 它就可以不只是口香糖 或衛生紙 而是一些公平貿易的產品 或者是農舍器 或者原住民族 村落再生等等的 這些特色產品 就可以變成這些接賣者的這個商品跟服務 那像這樣子一種想法 他們就是在群眾募資平台上 本來只要募80萬來試試看 但是呢 網友們就發現說 這個有各種各樣的應用 所以大家可以集思廣益 好比像說 沒有WiFi熱點的地方 這輛街賣車本身就是一個 無線網路上網的熱點 好比像說 你手機沒電了 那你可以坐下來喝杯咖啡 然後由它的這個電動車 幫你充電 又或者說下雨了 它也有愛心雨傘等等 有無窮的創造的可能性 所以很快的 它在群眾募資平台上面 就有超過100萬的資金肯定 換句話說 我們在台灣現在 就是有社會公益 又能夠具體解決 社會問題的商業模式 其實呢 是有一定的說服力的 去年根據新展銀行 跟聯合包願景工程的 一個調查顯示 台灣每五個人裡面 就幾乎有四個人 怎麼樣呢 就是你跟他說 這樣子社會企業的主意 他覺得 這真是很好的主意 他很認同 願意購買 願意投資 甚至這樣子的比例 是非常高的 但是呢 我們如果再進一步問說 那你講不講得出 一家社會企業 講不講得出 一個營運模式 那五個人裡面 只有不到一個人 可以講得出來 也就是說 現在這個具體的 認知的程度 跟剛剛那個 覺得很棒 很認同這個程度 這兩個數字 要怎麼樣讓這個19% 提升到這個78%的程度 就是我們目前在行政院 推動社會企業 相關的政策 最主要的一個工作 那去年的10月18日 在台北的一個叫 空總文化實驗室 台北相當精華的 一個低端 建國化室旁邊 我們就在 賴院長的主持之下 就開幕了一個叫做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Social Innovation Lab 那社創中心的 這個開幕 不是只是說 讓政府的服務 多了一個直營的據點 也不只是說 我們政策的行程 是在這個地方進行 事實上 這個空間本身的規劃 就是上百家 全台灣 不只是台北 社會企業 集思廣益之下的結果 在籌備的過程裡面呢 我們開了五場的座談會 邀集了上百家的社會企業 一起實際在這個空間裡面 當時還是非常 bare bones 就是幾乎 這個完全沒有 軟體設置的狀態 我們就實際的去勘察 然後一起去共同創造 好比上說 這是一些血汗兒 他們畫的這種 想像中的足球場 也可以直接搬過來 所以說 每一家社企 對這個空間 它的想像 以及期許是什麼 我們把它收集之後 我們的工作就是在這些提案裡面 盡量去滿足去平衡 所以他們在時間結構上 也提了很多的意見 好比像說 每天營運不能直到下午五六點 要營運到晚上十一點 這個我們也滿足了 它現在包含假日 都是從早上七點開到晚上十一點 要有咖啡廳 要有廚房 現在甚至有常住的大廚 這些都是實際反映需求的結果 那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每個禮拜 就有一天 就是禮拜三 就實際在這邊上班 就不是在行政院上班 在這邊呢 就是我有一個辦公室 叫做我的office hour 那禮拜三 從早上十點開始 有時候常常到晚上十點 只要對社會企業 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直接來這邊找我 那只要願意談話 記錄 公開上網 任何的topic 任何的主題 都可以來這邊跟我交流 那這樣子的office hour的安排 其實也是那個時候 反映社會的需求 所做出來的安排 所以很高興 在大家捧場 以及工作人員的辛勞之下 我們從去年10月18號開幕 一直到12月31號跨年 大概兩個半月不到的時間 就舉辦了221場的活動 那也吸引超過 13000人次的造訪 而且我們很高興地看到 類似的這樣 社創實驗中心的概念 也已經在桃園 在台中都已經出現了 那從今年開始 我們又希望這樣的能量 能夠持續擴展到台灣的其他地方 特別是資源相對比較少 社會問題相對比較多元的 非都縣市 就是非都會的縣市 這個呢 也是賴院長在10月18號開幕的時候 給我們一個具體的一個期許 那當然我們在政策制定的過程 雖然說 搬到了空總這邊一起去討論 但是呢 我們也不會只從台北來看天下 除了每週三這樣子office hour之外 我自己固定也每兩個星期 就到行政院在台中 在嘉義 在高雄 在花蓮 四個聯合服務中心 跟當地的社會企業去進行作談 一樣是用需求收集的方式 而這樣子一種定期定點的巡迴作談 除了一樣製作主字稿上網 我們叫按字管考 就是每一個社企講的每一個字 我們記下來之後 兩個禮拜之內一定給它具體的回應 之外 我們為了避免同仁的舟車勞頓 因為在行政院裡面跟社企相關的部會 大概有12個之多 所以我們不太可能12個部會 二三十個人一直這樣子全台灣環島 所以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透過即時視訊的方式 這二三十位朋友就是在台北的空總 我們有一間蠻大的這個視訊會議間 這個會議間就可以連通到 好比像說另外一個地方 華蓮或台中的會議室 那透過即時視訊的方法 這邊提出問題或需求 這邊十幾個部會就不會漏接 這個球是一定可以接得到的 那簡單來講這個其實在民間 這就是視訊會議嘛 已經行之有年了 但是我們從今年開始 行政院也正式把它融入到公務的流程當中 那各地的社企當然有各種不同的需求 不過呢 有些事情是政府才能做的 例如像說組織的法律 那合作社或者是非營利組織 這個在社會使命的扣合上面 比較沒有問題 但是呢公司型態的社會企業 在巡迴的過程裡面 常常去反映一個意見 就是我們目前的公司法的第一條開宗民意 就是說公司以營利為目的 那如果它有別的目的 它比方說社會或環境的一些使命 它覺得跟賺錢一樣重要 或甚至更重要 這樣子到底公司法行不行呢 這個其實是有一些疑義的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除了請經濟部做出一個解釋 說這個營利講的不只是股東的利益 也是全部利益關係人的利益 我們也順應就是大家社會企業的一個共同的要求 就是我們把第一條的修正草案加上說公司也得 就是它可以採行增進公共利益的行為來善盡它的社會責任 那這一點呢我們也已經提到立法院作為公司法修正草案的一部分 那當然當一個公司它在裡面章程鳴定說 好我的存在就是要解決這個社會問題 達成這個社會使命 我們下一步想要做的就是讓整個社會都知道說 這是一家這樣子想的公司 所以呢同樣我們也是透過這樣巡迴徵集意見的方式 有百分之百我們社會的問卷都希望我們在公司法裡面 加上第393條的一個修正案 就是鳴定公司它可以自願去揭露它的章程 然後讓主管機關就是經濟部公布在它的網站上 這樣子一來呢就可以避免挂羊頭賣狗肉的一個情況 一個公司它如果說它要製作公益報告 有盈余提拨等等的這些狀況 這個責信它都可以是讓經濟部幫它公布的 這樣子不只增加社會的信任 也可以讓政府跟投資人去做出更精確的統計 比對跟判斷 那同樣是在法規上 當我們在就是各地從事社會的企業的朋友 要進行一些創新的時候 什麼叫創新呢 就是本來法律沒有想到的事情 他們想到了 所以也不知道這個到底行或是不行 這樣子的工作呢 同樣也是在經濟部中央企業處 現在有個叫做創新法規沙盒的案件申請平台 只要你不確定說 這樣子的創新到底是不是適用法律 那他們都會提供法規釐清的諮詢 那在巡迴各地的過程裡面 我們會實際去走訪 去看到這些社會企業的工作者 他們從事新型態的活動 那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就會特別因為他們的使命跟部會的施政方針 是比較扣合的 我們會特別去為他們的這些需求 召集各部會的協商 然後幫助這些解決社會問題的朋友 去解決他們的法律方面的問題 那舉實際的例子來說 我們在1月中 就召集了相關部會跟地方政府 去討論一個 已經很久的一個題目 就是非營利組織到底能不能發起設立一個子公司 那我們在這個多輪的討論之後 現在就達成了一個事辦的初步公式 我們先讓想要發起 閉鎖型股份有限公司的社團法人 他能夠完全控制這個閉鎖型股份有限公司 他使命不會溢托的這個情況下 他可以去一定的步驟加以進行 所以換句話講 其實這個邏輯是非常一致的 就是政府的角色跟功能 並不是衝到第一線 而是說我們跟民間共同合作 創造出一個環境 這個環境讓社會企業得以茁壯 才能夠充分釋放公民社會的力量 那接下來呢 我剛剛講的是社會企業 就是有一個商業模式 解決社會問題 那現在呢 我想要把它擴大 講到社會創新這樣一個層次 如果我們說社會企業的重點 是在於經營觀念的轉換 把獲利至上 轉換成社會影響力優先 那麼社會創新 就是藉由一個新的技術 新的觀念 新的想法 改變社會之間 各個群體之間的互相的互動關係 在這樣子新的互動關係裡面 找到本來沒有辦法 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新的途徑 我們再舉一個實際的例子來說 這是一個網站 它叫做G0V臨時空污觀測網 它是結合網路社群多元的專業 透過簡易的一個空氣品質感測器 像空氣盒子的普及 然後以及物聯網 IOT的這個技術的應用 讓每一位願意參與的公民 他不管是在自己家裡的陽台 在他的辦公室 在他的學校 都可以成為一個及時提供 空氣品質資訊的提供者 那這樣子聚沙城塔過程中 這一兩千個這個策站 我們不但可以獲得大量的資料 而且也更接近人們真實的活動的場域的 及時的空氣品質 那台灣得天獨厚的是說 在亞洲其他的國家 政府不打壓這種事情就不錯了 但是呢 我們政府不但不排斥 而且還全力支持 我們在前瞻基礎建設裡面 我們運用四年四十九億元的 叫做民生公共物聯網的這個計劃 不只是空氣品質 我們還把氣象 水資源 地震 防救災等等這些巨量的環境資料 都統整到同一個高速的運算環境裡面 並且開放 讓各界都可以更快去發現 社會活動跟環境品質中間的關聯性 那這件事情呢 我們也請工研院協助 去製作國產物美價廉的PM2.5的感測器 那希望未來社群可以更快產出 更專業更高精確度的資料 那為什麼我們政府要鼓勵這樣子的社會創新 因為其實目前全世界的政府 都面臨同一個問題 就是在資訊不夠透明 不夠充足的情況下 跟人民之間的溝通 會往往出現許多誤解 那以台灣的空氣品質來講 在我們社會各界都能夠及時的了解 我們每天的空氣污染 哪些是境外 哪些是固定污染源 哪些是移動污染源 之前我們其實是很難建立 有品質的就事論事的公共政策跟對話 所以我覺得這裡很值得驕傲是說 空氣盒子這個相關的使用經驗跟產品 它已經是向外輸出到其他國家了 也就是說台灣在公民協力之下 不只證明說我們開始有解決 我們自己社會問題的能力 我們也已經將這樣子的解決方案 提供給遭遇到相同問題的其他國家 來幫助他們解決他們的社會問題 那事實上還有很多案例 那所以我們不管社企的發展 還是社創的突破 放眼亞洲或者全世界 其實是絲毫不落人后 有非常多可以分享 讓外界學習的地方 所以為了讓台灣的社會創新 有更多潛力 讓世界看到我們社會企業的價值 行政院目前已經整合跨部會的資源 在中小企業处的吳明基處長 領軍之下 我們密切地協助民間的社企流 喜漢爾這些民間單位 在今年的5月5號跟6號 舉辦一個叫做明日亞洲 2018亞太社企高峰會的活動 那這裡我想特別感謝 就是台中市林家榮市長的權力協助 我們會在台中市的文創園區 一起透過講座 市籍小旅行等等的方式 把台灣社企的生命力 社創的科技的力量 完整地呈現在來訪的國外的貴賓 以及上千位國人的面前 那如果那個時候這個總統有空的話 也非常歡迎總統來領領指導 那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說 為了呼應我們新南鄉的政策 這一次的這個活動 有超過七成的國際的獎者 是來自於新南鄉的國家 那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子的論壇 能夠促進更多台灣跟印度太平洋區域 之間的交流和實質的合作 那最後我想說的是 台灣的社會企業跟社會創新 之所以能夠茁壯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利基點 這個利基點就是台灣的行政部門 跟公民社會中間的互信跟協力 這就是一種夥伴關係 在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 SDG17項裡面 很重要就是中間第17項 就是促進共同目標的夥伴關係 這樣子夥伴關係的存在 我覺得不只是台灣價值的具體展現 也是讓我們能夠落實總統去年 國慶演說裡面招式的 也就是說讓台灣的發展 跟聯合國這17項永續目標 能夠建立更緊密的連結 然後為人類文明繼續做出貢獻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